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 总之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 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富贵首相的十六种奇纹分别是什么样的 一 钱财文多 钱财文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 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 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 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 钱财文越多越深 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 而且财富来得也比较轻松 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 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 二 偏财文 偏财文位于无名指的下面 是一条竖着的小指纹 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 偏财文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 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 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 除了工作之外 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 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 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 就更吉利了 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 三 景字纹 手掌中有景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 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 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有这种手纹的人 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 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 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 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 这一生的财运亨通 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 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 四 穿字纹 有穿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 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 会获得极高的成就 从性格来说 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 具有很强的能力 从运势发展来说 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 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 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 会过得很富贵 五 三约纹 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必要有三条才能形成三约纹 这个纹路生长在实质的上面 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 钱财丰厚 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文特征的话 可以嫁一个贵夫 夫妻的感情稳定 生活条件也很不错 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文特征的话 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 在发展途中 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 六 祖碧纹 有祖碧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 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 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 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 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 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 有这种手文特征的人 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 七 三财文 玉管照神局 三财文尚得分明 一生时运可昌荣 主命与财主有气 一文冲破便无情 天文 感情线 人文 智慧线 地文 生命线 是先天三大主文 是掌中三财 这里说的三财文 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 三条文身长清晰 没有其他杂文 所谓三财文身家夜广 至家必有一招先 这三条文 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 一眼看去 掌中一个穿字 因此 三财文俗称穿字掌 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 女人穿掌才博多的说法 十 三封文 玉管照神局 三封堆起训黎坤 肉满高如枣样圆 光泽更加红润色 家中金玉有良甜 三封文 指的是训宫 黎宫 坤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 像山峰一样 训宫在食指根部之下 黎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 坤宫主要在无明指根部之下 才在训宫 关在黎宫 陆在坤宫 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 更别说是三处了 十一 六秀文 首相歌掘 六秀入掌中 处事好心胸 贫人成大富 谋直陆未封 六秀文 在无明指根部下面 天文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 又被称为偏财文 陆和文 易禄文 如果在六秀文的一侧 出现与它平行的短文 相当于是一种辅佐 那更是锦上添花 这种掌文在西方首相学里 叫做财运线 创作线 如果六秀文从无明指根部向下 一直延伸到掌心 甚至到手掌底部 这样的掌文被称作陆马文 有陆马文的人大富大贵 如果在配上好的面相 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 十二 玉柱文 玉管赵神局 玉柱文从掌直去 为人胆志必聪明 更得学唐文显现 中年必定拜公卿 女人有玉柱文 富裕之外 只是要里外操心 有管夫 至家的现象 所以民间又叫当家文 有的玉柱文不够长 没有穿过天文 但是与天文 人文 地文交叉 共同形成一个字母M形状 这叫做M字文 有M字文首相的人 通常学问高深 或者是创业富豪 十三 三奇文 玉管赵神局 三奇文献无名指 一路分开三个文 生在镇宫并掌内 必作金门石路人 这三条文并驾齐驱 形成树的形状 所以又被称作摇前树 掌中有摇前树的人 了不得 一生富贵 名利双收 能成大事 十四 千金文 千金文的特征 是在手掌中有玉柱文 事业线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 整体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有此掌文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施 是一个十分富贵 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 荣华富贵可享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文的人 衣食无忧生活殷实 一生享尽富贵荣华 如果少年 手上生有这种掌文 必能早年就发达 前程似锦 家中财运滚滚 富甲一方 正所谓 人生若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直上家 设使少年人得此 前程富贵有人夸 需要注意的是 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冲毁前程 掌中有千金文的人 事业会起步得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衣食无忧 生活殷实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会成为 富可敌国的人 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 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 十五 祖碧文 祖碧文 顾名思义 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 成蒙祖上庇佑 从出生就富贵 亦因得长辈之印币 继承祖业而发财 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 一辈子不缺钱花 此手文起于砍弓 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掌中有祖碧文的人 一生运势顺遂 属于富二代的首相 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 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 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 所以可以免去辛苦 就能有很好的条件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家学习 借教借造 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 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 十六 宝镜文 所谓宝镜文 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 一圈一卷成墙层层围绕 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 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 是观印权威的象征 宝镜文在像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 掌中生有宝镜文的人 大多胆识非凡 心思缜密 心胸宽广 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 有大将风范 能够担任指挥官 武官 军事顾问等职位 命运不凡 这种纹理如果位于前宫 昆宫 以及对宫三个手掌区域内 则政裁相当稳定 步步高升 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 出现在其他掌工上 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 咨询培训等行业 并因此而获利丰厚 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报复 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 想象而已 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 想要便有潜意识通过努力工作 才能实现的 但是有那么一种人 他们确实可以一夜报复的 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 那么一夜报复的手纹路怎么看 什么掌纹 与使命中报复 小将之今天给将友们介绍一下 一 手掌中有直觉线 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 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 反应也很快 能够抓住很多机会 尤其在财富方面 得到意外制裁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 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 并且善于精打细算 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 获得更多的收益 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 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 生活安逸富贵 不用为物质所困 不过这种手相的人 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 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在这方面要注意 二 财博公肉厚实 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 通过财博公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财博公的肉比较厚实 说明必有横财入命 财博公厚实的人 正财不是特别稳定 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 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 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偏财方面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比如买彩票中奖 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 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 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辈子无忧无虑 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 三 不动产线 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 其实不动产线 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 拥有这条线的人 在财富方面的收获 是非常充足的 尤其在不动产方面 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 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 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 只要愿意付出努力 就能够收获回报 一生当中财运不断 赚钱对他们来说 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 拥有不动产线的人 自身魅力也很强大 有着很好的异性缘 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 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 幸福稳定的婚姻 4.太阳秋出现新闻 如果在太阳秋部位出现新闻的话 署名机遇特别好 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 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 创作能力也很强 并且善于掌握机会 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 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 另外太阳秋有新闻的人 自身命格很不错 健康情况也很理想 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 是非常好的受相 5.财库吻 手上有财库吻也是非常好的手相 拥有财库吻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 善于积累财富 赚钱之路非常轻松 这种类型的人 人际关系也很不错 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 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 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 首先就会想到他们 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 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 另外拥有财库吻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 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 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 如果你手上有这五种偏财旺的纹路 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 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 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 一 中指长 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 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 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 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 做事有耐心 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 二 手指没有缝隙 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 说明可以留住财富 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 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 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 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 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 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 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 三 断涨 在很多人看来断涨是不好的手相 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 断涨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 赚钱能力强 命中有福禄 不仅事业有成 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 断涨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 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 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 四 手掌红润有肉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 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 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 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 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手掌后食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 在消费方面很节制 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 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 五 财富线很长 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 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 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 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 生活富贵极想 六 事业线很长 在相学当中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 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 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 生活顺风顺水 充满幸福 七 财库 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 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 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 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 并且这样首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 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 八 太阳秋丰满 太阳秋位于无名指的根部 如果太阳秋的部位丰满的话 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 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 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 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 这样首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 善于把握机遇 并且很懂得理财 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 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 九 火星球红润 火星球位于食指下边 接近大拇指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火星球 如果火星球比较红的话 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 很适合做生意 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 赚取很高的利润 这样首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 富有创新精神 十 有三约文 如果实质上有三约文的话 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 这样首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 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 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 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 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 一生不缺金钱 十一 凤眼清晰 大拇指第二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 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 擅长理财和投资 有着很好的眼光 无论做出什么选择 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 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 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 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 十二 手指有弹性 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 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 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 这样首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 虽然精打细算 但绝对不抠搜 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 首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 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 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 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 也不要随随便骗其内 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 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 忽视了大大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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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